如果你剛剛買了你的新 Macbook 沒久了 而你又是第一次由 Windows 轉為 Macbook 的新手用家的話 那今天的這條影片你就一定要繼續看下去了, OK? Hello,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熱愛科技的MosinMac 今天在這部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最新的Project和Vidget 還有當然使用的魔術影片和魔術影片 我是三個小時的Vidget 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不會想任何一條影片 我是三個小時的 3 2 1 OK,今天又來到我們的 Macbook 技巧教學影片 因為我發現原來在我的觀眾裏面 有很多都是剛剛轉用 Macbook 無奈 又或者是用了一段時間都好 但反正就不是很熟悉 Macbook 操作的用家 所以今天的這條影片我就會教大家一些我自己 日常使用裡面經常會使用到的 Macbook 快捷鍵的Hotkey 不過在你開始看之前 如果你之後還想看更多關於 Macbook 也好 iPhone 也好 其他東西也好 它的操作秘技的話 就快點快點, 現在要 Like 這條影片 還有要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先 不要忘記打開旁邊的鐘 好,在開始講這些Hotkey 之前 首先要看一看大家 因為如果你之前是 Windows 的用家的話 你以前在 Windows 上面的 Control 鍵 跟 Macbook 上面你見到的 Control 鍵是不一樣的 如果這個 Control 鍵 在 Macbook 上面對應的功能鍵 應該是 Command 才對 又是 Windows 上面另一個 ALT 鍵 在 Macbook 上面對應功能鍵 應該是 Option 鍵才對 要大家記住這兩點 一陣子的快捷鍵會容易上手 容易記好多 首先要講的是 最基本大家經數字用到的 複製、貼上和剪下這三樣東西 它們所對應的快捷鍵 在 Macbook 上面 就是 Command C Command V 以及 Command X 相信這三個都很容易記 因為它只是把你原本 Windows 上面的 Control 全部都變成 Command 這樣就可以了 而接下來的兩個應該都是 大家在 Windows 機上 整天都會用到的快捷鍵 它們就是傳選和復原 我們所對應的快捷鍵 就是 Command A 和 Command Z 由於這兩個都跟 Windows 本身的快捷鍵差不多 我就不在這裡再多講了 好 我現在開始講的就是 跟 Windows 電腦上面 完全不同的快捷鍵功能 首先我現在講一些 關於 Finder 視窗的快捷鍵 第一個就是 假如你想把目前用的視窗 最小化的話 你就可以按這個 Command M 把它最小化 又或者如果你想把 目前用的軟件的所有視窗 全部都最小化的話 你就可以按這個 Option Command M 去將同一個軟件打開的全部視窗 一次過最小化 既然有這個最小化視窗 就當然是有最大化的快捷鍵 我這裡所講的最大化 是指將它變成一個 完全獨立的全螢幕模式去使用 它的快捷鍵就是 Ctrl Command F 我自己經常都會使用這個快捷鍵 去建立幾個不同的全螢幕 放幾個不同的工作內容 就不用所有東西都逼在同一個螢幕裡面 那麼麻煩 OK 如果你是一個MacBook的新手用家 當你一開頭想關一些視窗 或者軟件的時候 可能你會直接按左上角的紅色交叉 去關它 但是 其實這樣是未完全 真正去關掉軟件的 因為在MacBook裡面 它是有分為關閉 以及退出 或者叫做結束 這兩種的關閉 如果你按左上角的紅色交叉 其實就等於一個快捷鍵的 Command W 它的功能就是純粹 關閉了當前的視窗 或者Safari裡面的分頁 又或者 如果你想關閉所有的軟件 所有的軟件的視窗 你可以按這個option command W 的快捷鍵 但是它還是未完全 真正去退出這個軟件的 你會看到 在Dock下面 那個軟件的軟件 還有一點 所以如果你想真正去退出 一個軟件的軟件 你就要按這個 command W 這樣就可以真正正去 退出一個軟件 這個也是很多Windows 用家 剛剛一開始轉用MacBook 很容易會 會混淆的地方 而當你有些檔案 你想快速去預覽一下 去看看是什麼 但是你又不想每一個都打開 看完一次 又要關閉這麼麻煩 你就可以 拾掉這個檔案之後 按一下這個 spacebar 即是這個空白鍵 這樣就可以快速 預覽到你拾掉的檔案 而當你看完之後 你只需要再按一下 這個空白鍵 它就會收回 或者 如果你想同時間 預覽幾個不同的檔案 你也可以同時拾掉 這個檔案之後 再按這個option 加這個空白鍵 這樣就可以同一時間 去快速預覽所有的檔案 如果有時你有太多的檔案 在你的MacBook裡面 但是你想找回 某一個特定的檔案 又或者你想找任何東西 都好 你也可以按住這個 command 加空白鍵 去叫出這個 spotline 的搜尋欄位 然後你就可以在裡面 搜尋你想找的任何東西 無論你想找回 這部MacBook上面的檔案文件 或者你是想上網 去搜尋某些其他東西 都可以無問題 可以直接透過這個spotline 去搜尋的 而當你有些檔案 你想刪除的話 你就可以按這個 command delete 去把它移到這個垃圾桶裡 但是這個時候 那個檔案 都未完全去刪除 所以如果你想把它拿出來 都可以在這個垃圾桶裡 把它拉出來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想真正完全刪除這個檔案 你就可以按這個 shift command delete 去清空這個垃圾桶裡的所有東西 這樣就真的會完全刪除了 裡面你不要的檔案 就算你拿出來 都已經拿不回來 我發覺好像 都已經講了很多不同的快捷鍵 我決定 今天就教大家最後一個快捷鍵 這個快捷鍵 可以說是MacBook裡面 其中一個保命符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如果有時候 當你問MacBook的時候 可能你會見到一個 我們很不喜歡見到的 不斷轉的彩虹波波 這個彩虹波波的意思 就是代表 你用的這個軟件 開始卡住了 在這裡 run 到 又或者是死了機 這個時候 你就只需要用我 跟著來教的 一個保命符快捷鍵 就可以了 它就是這個option command except 這三個鍵 這個快捷鍵 就類似在Windows裡面 那個叫做 工作管理員的作用 當你有些軟件卡在這裡 動不了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個快捷鍵 去強制結束那個卡住的軟件 就避免死機了 OK 好 那這些就是我今天 教著各位 MacBook新手用家 一些經常會用到的快捷鍵 不過這裡 其實真的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 但是考慮到 如果一開始就教了幾十個 甚至百多個快捷鍵給大家 大家一定是不記得的 所以今天就教了這麼多 大家可以回去 一路去用你們的MacBook 一路去嘗試 去用一些快捷鍵 等大家都用熟了之後 我就會繼續出下一條 關於其他進階小小的快捷鍵 的教學影片 所以 如果你不想錯誤的話 就記得記得 現在訂閱我的頻道 和讚好這條影片 支持一下 OK 又或者 如果你有些問題 關於其他的主題教學影片 想我去教的話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我也會參考一下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拍一條相關的教學影片 給大家去看 OK 那我就一個熱愛科技 我是Mac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Peace